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何维护和运作呢 相信大家对开源都有一部分了解 其中开源项目最大的特征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出于任何的目的 进行查看 使用 修改和分发你的项目 这些权限通过开源许可强制实施 阿巴奇就有相对应的开源许可证 可以提供给大家去使用 然后所有的经过OSR批准的开源许可证 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开源许可证 然后开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降低了所有的代码和事物被采纳的障碍 允许想法被迅速地传播 开源是艰难的 因为它要在时刻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 可以对使用者们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并且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 特色就是指可以把自己这个开源项目 包装成有一些产品特质 有一些特色的东西 仅仅是单纯的开源 没有一些特质倾向的话 它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开源的特色性和特征性 还算是开源真正的含义 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去进行了一场野餐 然后你带了你自己家种的一些水果 然后每个人去分发给每个人去尝你的水果的时候 有的人觉得你的水果汁水很多 然后味道不够甜 或者说有的人建议你每天让植物爆拆的时间少一点 然后接着你去分享你去种植这些能作物的时候的一个心得 告诉你的朋友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你去开放你自己想法和你自己创造物的一个过程 相比之下必远可能就是你去水果汁去买水果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这个水果是哪里种的 然后也不会告诉你这个水果有没有喷过农药之类的 然后接着 更有趣的是你可以拿着 拿着这个就是你的种植经验 去分享给所有人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给你提意见 这就是一个开源的含义 就是让每个人参与到你的项目之中了 然后其中 这个让每个人都去参与的 契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如何让其他开发者有一个同理心是比较比较难去维护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开源项目里我们是都是没有责任的 可以这样讲 就是每个人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在里面 完全都是靠自觉自发来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个人和组织想要开一个项目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为了协作或者说为了采用和重组 或者说是为了公开透明度 像这些的原因的话 大部分是因为一些商业原因 或者说是一些一些一些被被服务人员的一些诉求 比如说需要写作的一些项目 我的一个项目内 我希望别人就是希望别人给我更给我更多意见 或者说是希望全球的人都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么我放在一个开源的地方会更容易被别人发现 而且别人也可以更直白的去透明的看到我的圆码 去如何实现的 采用和重组方面就是相当于 我可以直接让任何人去使用我的项目去做二次开发 比如说Vue Relate或者说Node.js 他们都可以基于这些基础来做一些商业化的定制 当然开源也并不仅仅限于软件 你可以开源任何任何东西 就比如你的文档 或者说是你看到的书籍 或者说你你自己手写的书籍 或者说你自己去发现发现的一些心得 都可以进行一个开源的开源的动作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上 GitHub上面有很多个人的项目 在在那个开源的道路上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其中比较典型的 无异于今年比较火爆的一个Vue.js 然后Vue.js呢实际上就是开发者从零到一 慢慢慢慢维护起来的一个周期性非常长的一个开源仓库 它从2013年开始出建仓库 一直至今维护了整整九年多 还有了现在的一个 一个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规模 但是为什么Vue.js会成功 我们之后再讲这个话题 今天我带大家先了解一下 现在GitHub生态和GitHub仓库 什么是仓库 然后为什么是都开源 如何更加透明 如何快速上手 截止2020年6月的话 GitHub上已经有超过7500万注册使用者和1.9亿代码库 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拓管平台 相比传统的邮件列表 就是那种BugLaser 或者说是BugForce等开源平台 Tab把开源社区交流的成本和门槛 降得非常非常低 因此交流的质量也会随之下滑 如何让一些初学者或者普通用户学会提问 学会以维护者的角度去接收一些 使用E-Sher或PR做贡献的一个准则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 开源仓库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 刚才我们去讲的一些 一些我们经常去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基础化组件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基础化仓库 如何让别人更加快速的去协同 如何让透明度更加高 这些都是一个开源仓库需要去考虑的事情 如果说你看快速上手一个开源仓库的开发的话 实际上你需要去考虑的点 也在如何让更多人去关注你的开源仓库 这一点上下功夫 所以说开源仓库最基本的利益所在 实际上就是它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在使用开源仓库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他怎么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给他们去提些一些提问 或者说是一些解决方案 当然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准则是这样子的 其中我们如果说要去提医事的时候 你要去理解用户和维护者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你站在用户的角度去使用一个仓库 那么这个仓库跟你有没有共同的一个利益 可能你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片面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大家公有的问题 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些片面的问题 出成公有问题而提出来 来解决这个仓库内可以给更多人带来 一些更加好用 或者说是更加友善的一个提醒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当然一个项目里面 维护者跟拥护者常常都是不完全一致的 有效交流的基础啊 实际上就是要理解对方 与自己优先级上的不同与相同 他多数的开源项目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 差不多就是用爱发电 因此维护者 大部分都是维护者自己决定 自己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通常维护者不以满足某个用户为目标 他们不当这个 不当就是可以说是线上客服的这种感觉 是因为相比其他可以做的事情而言 给网上的路人提供个人化的定制服务 对于一个项目能带来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小的 相反 维护者想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修改一下之前遗留的问题 一些bug 或者说是让项目的优 项目的一些交互 或者说是代码风格做得更好 来间接的帮助一些所有的使用者 这是他们的优先级比较高的 通常来讲 维护者的优先级是围绕着项目为中心 而不是某一个用户 所以说大家在提eSher的时候 如果说维护者没有去理你的eSher 你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可能是你的提问方式不够好 如何是做到更好一点 那就是首先一定要认识到 维护者对于解决你的问题 并不一定是非常有兴趣的 如果说维护者愿意与用户共通 本质上是因为你反馈的问题 可能会对他们的项目产生一定好的影响 而且这个好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让项目变得更好 实际上就是你与维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 基于这一点的交流才是最有效的 两者才可以合作 所以说如果说你可以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 而且你的想法是对这个开源项目是有效的 而且是有益的 那么你的easer通过率会大大提高 还有你的pr的通过率也会大大提高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是想要提easer或者是提pr的话 尤其是提pr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是我们常见的代码规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项目内定制的代码规范 当然不同语言有不同语言的代码规范 但是都是大相径庭的可以说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代码规范 实际上代码规范的涵盖面非常非常广 它不光去涵盖了编写规范 它还有一些关于性能的优化 关于新特性的解释文档 还有一些规范的编程编程约束 异常日志的处理 安全的规范 还有一些单元测试 还有一些e2e测试 还有一些个数据库的一个封装 然后还有工程结构的一个目录等等 这些大部分组成 然后我们平时遇到的具体的代码规范 可能就是一些更细节一点 可能就是一些我们的命名规则 注释规则 还有代码格式 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函数原则 还有一些类的原则 对于代码规范这一方面 实际上较为少的代码 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 在我们公司内过PR 或者说是私有项目过PR 或者说是开发 开发其他的功能的时候过PR 我们希望审阅代码 并不是繁重的 过多的 而是一个精简的代码 当你使用一种精简的方式 来完成你的需求的时候 或者说是一个功能的模块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明白你在做什么 当你就是这个需求足够复杂 必须要用大量的代码来完成的时候 建议把你的PR分成多个来说明你的这些功能是来做成什么的 这是一个提交的一个规范准则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 与开发人员是如何做一个准则的 就是开发规则的一个交流的 如果说对方的开发规则不符合 你觉得不符合你的个人的一个开发规范的话 你如何去说服他们 或者说是你如何被他们说服 这是一个 这是一方面 然后接着 所以说你在提交PR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你的期望 跟他的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 开发者与我们的那个维护人员 可能就是用户跟人维护人员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一些地方 如何去中和这些冲突 就需要用户站在维护者的角度去查看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 如何去快速的查看这个仓库配置这些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开发经验的经验的一个一个理解吧 就是如果说你在用一些ID或者说是一些一些编辑器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呃配置文件的概念 在这个配置文件上你可以看到他们项目内所有的配置 包括一个你运行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开开元项目内应该具备的 就是如果这些东西是没有的话你可以跟开发者们去提一些关于配置仓库或者代码规范上的意见 对于这些这些这些也大家都是就是比较 比较容易接受的 然后下一个话题的话我们去讲一下如何与维护者快速有效的沟通 然后我们先讲什么是有效的沟通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利益相同才是有效的沟通 那么让项目变得更好 这个就是我我们用户与维护者之间的沟通利益 在让项目变得更好 一般在那个我们的GitHub贡献记录里面 不仅有一个代码相关的一个commiss或者是prreveal算作是贡献 创建ESher实际上也是一种贡献 正是因为在GitHub设计者的眼里 ESher理应当是为了让项目变得更好 而不是解决资深的需求 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 将自己的个人需求转化为项目的贡献 才能把交流变得更有效 概括来讲的话 当你去报告一个问题的时候 尽量能够把它描述成这个项目内存在的一些问题 而不是某个用户的问题 当用户提出了 就是当你提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要确认这个问题对这个开源项目的价值 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价值 当我们提交修复的时候 就提交PR的时候 要检查这个PR对项目的长期价值 比如说你这个PR内 你做的事情是否存在设计合理性 是否存在可恶复性 是否有单元测试 而不是仅仅是它是否解决了自己的短期的 一个比如说Bug修复一号 或者说是一些新需求的功能也好 当然了 如果说是开源社区内的 这些交流 如果说是跟我们正常的公司内的交流的话 它实际上有很多共通性的 它一般都有哪些共通性呢 它们的共通性 实际上就是我们去 在社区的贡献者跟用户的关系 实际上也跟项目公司内的 就是这些私有项目内的一些项目负责人 跟用户的关系也是非常像的 但是在开源社区里面 最难的就是沟通困难 第一个交流的问题啊 实际上就是开源社区交流 大部分都是与原始的email 或者说是一个论坛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个slack 然后去给我们一个及时聊天 有的时候它 你可能不会天天开着slack 去做一个远程的一个交流 因为因为我们 如果说是在私有企业内上班的同事们 他们可能就以公司项目为主 开源项目可能就是自己 在业余的时候去做的 所以说 我们很少去在做开源的时候 能跟开源工作者们一起视频沟通 或者是电话沟通 有一个非常及时的沟通方式 而且我们跟真正的贡献者 就是用户跟真正的贡献者实际上是有一些信任危机的 就是用户他不了解维护者 而且维护者也通常不会不怎么去了解 了解你一个新的贡献者 之间 他的能力或者说是他的代码风格 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什么都没有任何交集 而且没有任何义务 之间的一个 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跟你有一个就是工资的一个概念 他是没有的 缺少信任可能会导致 没有专心或者是不愿意花时间投入合作这一方面 然后用户跟那个维护者也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环境 相当于如果说我们在公司之间 大家都是用的一样的话术啊 或者说是用的一样的一个一个就是约定 或者说是规范 然后开发环境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免去了很多的交流障碍 甚至有些公司的对程序员可能都会有一些企业文化的一些灌输 但是在开源上面的一些项目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然后最大的差一点可能就是共同利益的一个问题 就是公司内部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比如说公司内影响到你的绩效 影响到你要去跟用户去对接 你要你的项目有问题是谁写的都能找到负责责任人 最终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公司的问题 而且公司你是隶属在公司下的 所以说你可以可以公司直接找到你这个人去处理 但是开发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是没有明确义务的 就相当于是每个人都是committer 你要为自己开发的每一个PR负责任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此开源社区的交流方式 你可以用在公司的交流的上面一部分 但并不是完全适用的 但这并不影响你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你要为你自己每次的提交 做一个更加严厉的审额 是的 然后我们最后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想 当你去提交完这些东西 你要去对自己做一个复盘 然后我们大学课程里面应该有讲过一些关于自动控制原理的一个技术概念 反馈 在控制论中反馈的定义就是将系统输出返回到输入端 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从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 那么你想你做了某些事情 比如说你给开源社区提过提了一些PR或者医生 那你在中间如果说遇到了哪些困难 或者说遇到了哪些不开心的事情 那么是你本次的需要反省的地方 如果说你在下一次能够解决到这些问题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次的尝试你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下一次的尝试的时候 你应该去怎么去做 实际上是要有一定的就是反馈机制的 我们在在做开源社区的时候 很多的信息交流都是通过邮件和 Skyla这些东西去交流的 可以说交流方面基本上 所有的记录在案的你都可以去有一个回溯 那么你既然能够回溯到 请你把这些你跟开源工作者的一些交流 自己再复盘一遍 有没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如果有 那么就把它放进你的日程里面 怎么样去慢慢的改掉 而不是说一下子改掉你的风格 这样子你去慢慢培养自己 实际上是一个低增进步的一个概念 好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